张辽在土山头上给关公指出了三罪 其实啊 指三罪为名他是来劝降关公 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 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 当初曹操在下培破旅步的时候 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 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 他双膝跪倒在地 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 这才保住张辽不死 所以张辽张维远一直记在心头 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 是他亲自在曹城将跟前讨个令 曹操也明知道 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 两人特别好 所以才派他来 这三罪这么一指啊 关公心有点冻 哪三罪呢 那就是说 您关公战死了 假设刘皇叔没死 以后谁还保他成大业 您关公今天战死了 那二位皇嫂 谁来保护 您是有父兄长之拓 这是二岁 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 硬打死拼 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 您成起不了大英雄 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 兼通经史 武艺超群 您还想要保皇叔 旷福汉事 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 那太不应该 这是三罪 关公听这一会儿是陈阴半场 他也在想 自己啊 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 打定个什么主意 是死战到底 打死为止 哥哥也见不着了 兄弟也没有影了 现在夏培成中 二位皇嫂怎样 也一点阴信皆无 我一个人孤单单的 有何面目 活在世上 大将上阵 不死待上 战死得了 现在张聊这一说呀 顾恩公心里在想 张维远这话说的对 我得留下这有用之躯 还得保我家兄长 还得保我家兄长 办大事 可是 兄长死活下落 这都不知道啊 目前来说 先得把二位皇嫂保住 平安无事 然后再打听兄长 与三弟的下落 嗯 想到这样 官公看了看张聊 温远将军 你指我三罪 一欲如何 你说出我有三条罪过来 你要干嘛呀 张聊心想 哎 有门 现在啊 官公的心有点动了 接此 我再好好跟他说说 将军 您看一看 说到这张聊把手这么一举 官公朝他手指的方向 这么一看 这样 慢声片 也惊奇方斩 小带飘扬 到处都是凑凑的人马 一眼望不到边 那真成了 冰山 降海了 你怎么往外杀 将军 今天你只有 投降曹公 如果不然 你就得战死疆场 我觉得那样 是徒死无疑 如果您要活着的话 您再打听打听 刘皇叔的下落 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 您去投奔皇叔 这才叫全其大义 您才能称得起 是当代的一位 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派 哦 官公听着这会儿把头低下 他想了想 张留这几句话 说得好啊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如果不想那只有死 自己一死 那全完了 什么二位皇嫂啊 什么哥哥在哪儿 兄弟张飞的下落 那全谈不到了 可是 这投降这两个字 这字眼太难听了 官公听着别扭 张辽看出来 冠将军 我劝您归降曹公 可有三变 有三个变力条件 第一 您可保住二嫂 平安无事 此乃一变也 您不被桃源之好 没有被恩忘义 二变 留下您这有用之身 保皇叔 框府看事 此乃三变 将军何乐而不为 恩 关羽沉淫了半场 他手撵着长须 看着张留 想着心事 官公想 这怎么办呢 真的要是战死啊 确实是身负三罪而死 人家张留 说得是一点都不错 方才这三变 说得也很好啊 那 我得怎么办呢 我祥曹 这名字不好听啊 不祥 不祥 我下不了土山 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 我这二位扫扫完了 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 行了 这个字太难听了 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 官公的灵机这么一动 有了 他意隆常然 温元将军 张留这么半天没说话 他坐在对面就瞅着官公 他在猜测官公心里的变化 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 张留一看呢 有门 他赶忙冲着官公一共手 不知官将军有何话讲 温元将军 方才呀 你这三变 说动了我的心肠 我想托你 回复曹丞相 官某有三事相约 你不让我投降吗 我要仨条件 如果丞相应允了 官某是当即卸甲 我立刻 亏该了 假谢了 不打了 张留啊 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官将军 但不知 有哪三事 丞相带人昆宏海亮 莫要说三件事啊 就是六件事 九件事 恐怕也不会不应 请将军您讲吧 官公一听他好 我与黄叔 曾立下誓言共服汉室 今日我是只降汉帝 不降曹操 第二 我二位黄嫂 必须让曹操 以黄叔奉祿赞扬 那就是说黄叔开多少工资 他得给多少 少一分钱也不行 一应上下人等 都不许到门 随随便便这些贤大人 谁也别去 第三 只要我知道黄叔下落 不管千里万里 我便慈草而去 三者缺一段步 沉降 王文远将军 急急回报 丞相 快回去吧 就这么些事啊 说完了 官公把脸甩过去了 不理他了 张文远一看 那我回去告诉你 知道吗 关将军 少后片刻 说完了张辽给官公拾了个礼 飞身上马 是打马下山 回了大营 自从张辽上土山 说官公去之后 曹操这心就在嗓子耳子悬着 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官公 曹操正在大仗里背着手指来回溜着呢 忽然有人来报 启禀丞相 张辽将军回营了 快叫他来 快来见我 随着这话音 战连一起 张辽打外面就进来 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 因为见其面知其其肺甘然 看这回说的怎么样 张辽脸上能带出来 曹操一看呢 张辽啊 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 喜怒不形于色 他也是个整脸人 很少有笑模样 今儿他回来早时候什么样 回来还什么样 曹操一想 他该没说成 来来来 文远 用话坐下下 参见丞相 不必多礼 坐下坐下 关将军说些什么 张辽先把呀 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变 说了一遍 然后这才说 关公说投降可以 但是他有三个条件 快快快将来 那三个条件 第一 国语说他只降汉地 不降您曹丞相 啊 啊 这句话把曹都给说乐了 怎么呢 这个降汉不降曹啊 我身为汉相 我即汉汉即我汉时 就是我曹孟德 那算得了什么呀 这个 曹操没说出来 心仰 小孩吧 行 我答应了 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 需要给二位夫人 发俸禄 嗯 哦 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 那 理所应当 我应该加倍发疯 比如说 原来刘备 在朝中的时候 他每年拿两千单粮食 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吗 就是关羽这一说呀 我发四千单 也没什么 可以给 他还说这一英人等 就是三岁顽童古墓先生 不许随便登门 谁上那去串门也不行 曹操听的这会儿 哦 哦 此乃家法家规 提得对 曹操把大直挑起来 没事闲杂人等 上人那干嘛去 谁不许去 去了 让我知道立即斩首 答应答应 那么这第三呢 第三 等一下 这第三这个 文远光笑不说 曹操有点着急了 谁说你乐什么呀 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 嗯 文远 你说下去啊 丞相 这 哎 这不必为难吧 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 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 人家提出来了 咱们再听听 他提的怎么样 合不合理 要不行 你再回去跟他说说 关于我想他提不出别的了 第三 也就是什么都要金银 还是什么别的事 大概就这些了吧 你说 正下 第三呢 关将军说 只要他探听着 黄叔的下落 怎么样 他就辞别您 去筹留黄叔 啊 嘲嘲一听 有点急了 呃 这可不行 这这这不是 怎么 哎呦 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我为收降官宇 我是让他保我呀 怎么着 哦 我在这养着他呀 等吃饱了 喝足了 又白又胖 然后帮一下 咱们羊鞭走了 找他大哥去了 那我费这事干嘛呀 这这这断断不能答应 曹操这才明白 我说张辽跟我说 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 这么吞吞吐吐的呢 啊 感情是这么大的事 张辽啊 也预料到 曹操听着这非着急不可 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可是呢 这不答应不行啊 不答应关公想不了啊 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 他要劝说草草 丞相 您不必过急嘛 哎 我以为 他这事不能不着急 你想想 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吗 这并不傻 丞相 我想是这样 您呢 熟读京史 大概您没忘了 遇让 众人国事 这个故事吗 哦 曹操刚从座卫城站起来 一听这句话 他又坐下了 这遇让众人国事 是怎么回事 这遇让啊 是战国时候的 这么一个人 他曾经有这么的议论 他说国军呢 对待我 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 我呢 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 如果他对待像国事那样 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 那么对待我 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 其实遇让这态度不对 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 用这个故事 说服一下曹操 曹操还真听进去了 对啊 文远说的有点道理 张文远赶快 又盯了一句 承想 您别忘了 刘皇叔 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 关公为什么这么心塌地的 死保留备 您想 这不是恩义之交吗 您要对待他好的话 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 就把您了吗 恩 言之有理 文远行 那这三个条件 我全都答应 你立刻回复云场 遵令 文远高高兴兴的 又回来了 关公一看 常聊办事真麻烈啊 去得快 回来得也迅速 到了跟前给关公实力里 关将军 文远将军 曹丞相 可曾答应 关某 三约 全都答应了 哦 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 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 请丞相 把人马站退几十里 我得回到夏培城 秉明二位皇嫂 然后代相 张辽 张辽挺为难 心说 关将军您 怎么这么些事 这三个条件 丞相全答应了 您知道 我费了多大的劲 您这还得到夏培城 去跟嫂子商量 如果要请示皇叔 这还行 本当不答应 不答应 张辽一看 关公把凤幕蹬起来 瞅着他呢 心说 我别惹祸 别因为这档子事 把前面那仨条件 再都吹了 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 对呀 关将军 意气深重 人家跟刘备 是异姓亲手足 别看 不是一个姓 就跟自家兄弟 异母同生一样 兄长没在 得问嫂子 张辽一想太啰嗦了 还退我 我走吧我 您在这儿 再守候一时 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 张辽忙了 他想走把灯似的 又回来了 回到大营 跟丞相这么一说 曹丞相 把令箭就举起来 怎么回事 传令退兵 徐一看别家 过来把令箭接过去了 丞相 您不能传令撤兵 怎么了 徐先生 哎呀 关公啊 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 刚才文远来了 我没听见 他走了之后 您跟我这一说 我一想 这是一计 此乃叫缓军之计 他让您退兵 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 您把兵一退 他从夏培城 把人马调出来 还得跟咱们打 这兵不能退 之所以挤的关公 出了这么三个条件 那就是说 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 撑相不可不思 哎 曹操把薰宇的手推开 把那令箭抢回来了 怎么 哎呀 薰先生 你十分多虑 你想的太多了 云长 义气深重 绝不能自食其言 来呀 兵退三身 大武 大武 两声爆响 哗 人马退出去三十里 那叫一射之地 三十里一射 探士马一看曹兵退了 赶忙来禀报关公 启禀二将军 曹兵已退 哦 雲长一挺身站起来 手撕尝然 举目赠一看 曹丞相的人马 像退朝一样 哗啦一下 走了 关公点了点头 曹丞相这个人 还真讲信义 还不错 怎么办呢 别在这儿待着了 下山吧 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 离开土山 回到夏培 一进城啊 关公就愣 怎么愣出来 大街小巷 黎民百姓 一切如常 安然无恙 连块瓦都没碎 不是说夏培城中火光冲天吗 哎 那就是曹丞在城根底下点的那么几堆大火 是为扰乱关羽的心 哦 雲长这才明白 感情那几堆火光啊 是为了迷惑我 行 他再看看呢 曹丞这个兵技很严啊 他为了收买人心 得人心 所以呢 曹丞在兵马进夏培的时候就下过令 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 那就更不能伤人了 那马他轻描隔发带手 曹丞真做出样子来了 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 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黄草 两位夫人一看 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 问了问黄叔的下落 关公这才说 现在黄叔下落不明 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 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 两位夫人一听 只得如此 就宜二叔 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 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 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建丞相 曹丞相一听说 官将军来了 是接出原门外 关羽赶快下马 建丞相十里 曹丞相是顶礼相还 把丞相手下的文武 给吓了一跳 一位官公建丞相要识大礼 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 曹丞相过去 双手搀扶 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 大伙子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 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 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 怎么您对他识这么重的礼呢 他们哪里晓得 丞相的心肠 见了这一员大将 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 关羽先谢不杀之恩 哎呀呀 曹丞摆了摆手 二将军 我久无将军大名啊 素知云昌之忠义 今日幸得相会 足为曹某平生之愿 今儿在这能见着你啊 我简直就满足了 官公一听丞相 文远将军是不是 待我官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势 我对你提那仨条件 他跟你说没说 都跟我说了 丞相 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 不能食言 你可别说了不算啊 哎 军长 我言既出恩能诗信 说话得算数嘛 说了话不算 你分谁 我乃汉丞相 官公笑了 要是这样的话 只要官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 他常导火 我也前往乡从 到那时候 恐怕我行尸荒诉 不能辞败 您可得原谅一二 如果我得的信要急 我连夜就走 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 这你能不能答应 曹叔听明白了 啊 啊 官将军 至管放心 只要是玄德在 您就去相从 可是 哎 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 这句话是曹子心里话 也是给官公听的 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 恐怕玄德 已亡于振前 这人说并许是死了 这话说出来他怕官公不爱听 但冤德 玄德公平安无事 带我派人前去寻找 也就是了 曹子嘴里怎么说 他端向着官公 心里说官宇啊 你放心吧 我是绝不能放手 叫你走啊 无论如何 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 要不然我非这进干嘛呀 然后曹子这才拉着官公的手 到了大仗之中是百艳款待 曹子在这儿歇兵三天 班师回朝 大队人马回许都 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 来到许都 曹子另批宅院于官公 单给拨了一所宅子 官公是一宅分两院 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 派十名老君站在门前伺候 贤杂人等 不许到门 自己呢 住在外边 一日三次给扫扫问安 官公这精神头也真足 是白天练习刀马 晚上啊 夜读春秋 有时候夜读春秋是饼竹打蛋 看书一看看夜 曹丞相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真是双挑大指 赞叹官公之忠义 这个人物太了不得了 哎呀 我可不能让他查知 刘皇叔的下落 曹子按下一道令 事关乎刘备的消息 一概不许让官公得知 而且自己也按下了决心了 我无论如何千方百计 得把这位官云长 留在自己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